在提到丹尼尔·克雷格的名字时,大多数人都会立刻联想到007的詹姆斯·庞德,而作为演员的克雷格,其实先在英国本土市场先获得一定程度的名气之后,才在2006年出演了007电影《皇家赌场》,然后就一炮而红,一举成为了超级巨型。 在看007电影的时候,我们会看见克雷格扮演起庞德来,轻松又自如,但是实际上,他的成名之路一点也不容易。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他无家可归,甚至还得要偷东西来吃才不至于被饿死。 那么,他是如何从这样的低谷走出来,到达现在的高度呢? 嗨,你好,欢迎来到成长吧,陪你一起用知识点燃生活。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丹尼尔·克雷格成为詹努斯·庞德的故事。 如果你不知道丹尼尔·克雷格是谁,那我就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。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,克雷格最让人熟知的角色就是詹努斯·庞德了。 他所出演过的007电影就包括了《皇家赌场》、《量子危机》、《天降杀鸡》和《鬼影帝国》。 不过,在他被人们深刻记忆是庞德之前,他就已经活跃在英国戏剧界里, 也曾经参演过其他的电视电影,其中包括《伊丽莎白》、《古墓奇兵》、《慕尼黑》等等。 这样的履历听起来就很华丽,实在没能想到,就在不久之前,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饭要从哪里来。 要了解这一段故事,就得从克雷格小时候开始说起。 克雷格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演员。 所以,在16岁收到国家青年剧院计划的录取通知时, 他就毅然决然地辍学从利物浦搬到伦敦。 在伦敦,克雷格被一对同性恋伴侣艾德·华威尔逊和布莱恩里所收留。 他很感谢他们的热心收留,更觉得是他们给了自己闯荡社会的勇气, 也是他们教会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世界。 从青年剧院毕业之后,克雷格便留在伦敦的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,继续接受培训。 直到1991年毕业后,他就展开了自己对演戏的热情, 全力追求当一名全职演员。 他曾经说过,自己不是为了要出名而演戏, 他只是单纯地喜欢演戏,也想要靠他养活自己。 所以他给自己的首要目标是要先让自己的演艺工作能够稳定下来。 再来他就能够选择自己想接演的角色, 而不用为了生活而接下不得不接的工作。 虽然克雷格满腔热血要用演戏来赚钱, 但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。 他一次又一次参加试镜,一次又一次落选。 他总是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饭要从哪里来, 甚至有时连自己会睡在哪里都不知道。 曾经有一段时间,他接演了电视剧的小角色, 收入也够他租一间小公寓。 但当戏拍完的时候,他就没有收入了。 即使房租到期了,他也没有钱可以支付,只能够偷偷逃走。 在他没有住处的那段时间, 他有时会露宿在伦敦公园里的长凳上。 就算偶尔有赚到一点小钱, 他也会把钱花在啤酒和烟熏三文鱼上。 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闲钱,可以花在住宿上。 结局的生活让他过得很绝望, 他甚至还合伙了当时的女友去偷东西。 他主要会去引开别人的注意力, 然后让女友把食物藏在衣服里。 幸运的是, 克雷格的演艺事业渐渐开始有了起色。 他在BBC电视台接演了几部电视剧, 演艺工作开始稳定了下来。 然后,他也结了婚, 还生了一个女儿, 更在一些独立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。 但来到1993年, 在出演过多部电影后, 他的事业又渐渐放缓了。 更惨的是, 他还跟妻子离婚了。 为了走出这段低潮, 他决定飞往美国闯荡好莱坞, 但他还是更喜欢待在欧洲。 因为在欧洲过得更快乐, 至少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, 不必在残酷的好莱坞中苦苦挣扎。 当然, 他在好莱坞也有演过一些为人所知的电影, 比如2001年, 他33岁时接演的《古墓奇兵》。 但整体来说, 他在好莱坞的演艺事业并不算特别成功。 克雷格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37岁。 在2004年, 演员皮尔斯·布洛斯南宣布自己将不再出演庞德这个角色。 随后就传出制片方打算寻找年轻人来接替他。 制片人迈克威尔森更是透露, 他们已经筛选出200名演员, 打算从中挑选一位。 最终, 他们选定了修杰克曼。 没错, 就是在X-Man饰演金刚狼的那位演员。 但他却因为自己还有其他工作而拒绝了。 后来, 制片方就转移焦点到克雷格身上, 并在没有试镜的情况下,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 如果你是演员的话, 再遇到这样的机会, 你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。 但克雷格并没有马上答应, 他认真地考虑过, 知道自己接下这个角色的风险。 他很害怕要是搞砸了会怎么办, 毕竟之前的演员已经将唐德这个角色塑造得很立体了。 况且, 他当下的演艺事业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, 他也如自己的目标那样, 拥有选择剧本的权利。 真的要冒如此的风险吗? 出演007电影的话, 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改变。 于是, 在读过剧本后, 他告诉制片方, 要他签约的话, 就只有一个条件。 他要参与角色的刻画, 以及电影的制作呈现, 因为他想要演艺出自己的风格。 制片方同意了, 《皇家赌场》就这样成为了007系列中最成功的电影之一, 并在全球获得了6亿美元的票房。 从此, 丹尼尔·克雷格也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, 永远与詹姆士·庞德这个角色捆绑在一起。 在《皇家赌场》取得成功之后, 克雷格又接续演了另外三部007电影, 那就是2008年的《量子危机》, 2012年的《天降杀鸡》, 和2015年的《鬼影帝国》。 他曾考虑在拍完《鬼影帝国》之后, 就要离开007系列, 放下这个角色。 但最终还是出演了他的第五部007电影, 在2021年上映的《生死交战》。 这让他正式成为了饰演最多部007电影的演员。 不过, 这也是他最后一部007电影。 克雷格对于演戏的热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热烈, 从小到大, 他一直都保持着自己对表演的热爱。 虽然饰演庞德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, 但他还是接演了其他的电影, 也参与了在百老汇和其他舞台的表演。 当然, 现在的他在饰演庞德后, 也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多的机会。 他只需要花时间去选一个自己想接演的剧。 克雷格对待演戏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, 一种坚毅的品格。 就如同《坚毅》这本书的作者所写到的。 坚毅是一步接一步地走下去, 坚毅是牢牢地抓住自己感兴趣又有意义的目标不放。 坚毅是日复一日, 年复一年的投入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之中。 坚毅是摔倒了七次, 第八次再站起来。 如果没有克雷格的坚持, 我们也不会看到他饰演的庞德。 除此之外, 在面对恶评时, 克雷格也很有自己的一套。 在他刚被选为庞德角色的扮演者时, 他就有听到许多反弹声浪。 有人说他不够高, 有人说他头发太浅黄, 有人说他不够帅, 有人说他没才华, 这种种的声浪打击着他, 让他崩溃了。 不过, 在历经了24小时的崩溃期之后, 他依然决定忽略这些评论。 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他们, 也无法操控他们。 但他相信自己的行动可以证明他们都错了, 而最后他也做到了。 对于现代人来说, 这一点十分重要。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, 经常会被曝光在社交媒体之下, 一举一动很容易就会被po上网。 不管那是你自愿po的, 还是被别人放上网的, 这些po文都会引来各种各样的评论, 给你带来压力。 因此, 学习克雷格的做法, 不要理会别人的一言一语, 只用行动证明自己, 那就是最好的了。 这就是丹尼尔·克雷格如何成为 深入人心的詹姆斯·庞德的故事。 看完了今天的影片, 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, 在面对打击你的评论时, 你会做出哪些行动? 欢迎你跟我分享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希望你可以订阅、 点赞、 加分享, 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得到启发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